彥晨 剛才他在這個上半場的兩分鐘 自我介紹有跟大家提到的 就是 他現在開始在從事一些 有關於產品的設計開發的這條路 那他現在才大三 究竟在什麼時間點 在大三 我相信大家在這個大學的時候 可能還有在 可能在打工啊 或是跟朋友打閉聊天啊 或是回宿舍在那邊打遊戲啊 那到底彥晨他現在大三 他花了什麼時間點來做這個 這個產品開發 我們是以熱烈的掌聲給彥晨 然後我們來聽聽看他的分享 各位朋友 掌聲不關熱烈 再一次掌聲鼓勵 大家好 然後我就是劉晨晨 剛剛有跟大家介紹過 然後我是PATTIA的設計師 就是上面的英文 有沒有PATTIA 然後PATTIA是我跟我另一個夥伴 一起創立的家具品牌 然後現在剛起步不久 然後今天就是要來跟大家分享 我們從大學的生活 然後到創立家具品牌這個過程 然後這就是大家在想的嘛 大學不是有三大地休學科嘛 學業社長跟愛情 我覺得我今天可以創立這個家具品牌 有一部 應該說滿大部分是因為 我讀的系 就是因為我讀商品設計系 如果沒有讀這個系的話 我應該不會懂設計這塊 所以我覺得我的學業在學校的話 應該是算還不錯的 然後至於社團 我覺得 大家都說玩社團 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對社團的興趣就還好 雖然喜歡彈吉他有自己彈 可是就不會想要加入吉他社 為什麼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把社團的時間都拿去 像就是去創業這樣 去想自己要做什麼 然後至於愛情嘛 愛情這個我也修得不錯 我只是反過來練習 然後 大家 就是很多 很多男朋友都說 現在大學生 你讀什麼系 你未來你也不一定做什麼 我覺得 就是這句話 就讓很多人就覺得 反正我現在選到 我是因為我考多少才做這個系 然後也不是我所愛 然後我就隨便讀一讀 反正以後用到 然後我覺得 這個就讓很多身邊的朋友 他沒有一個動力 我覺得就是 一樣專業啊 沒有人本來就會這項專業 就是學完之後 才有辦法練習的專長 所以我雖然以前不懂商品設計 可是進入之後 我也慢慢喜歡上這個系 然後所以我就是 我讀商社 所以我走商品設計 這樣 然後那時候 我就開始在想 因為那時候是大二 大二下 那我就在想 我居然我會 我會做東西 我也會做產品 那我之後我要幹嘛 然後 很多學長 潛舟在外面實習啊 或是在外面打工 飲料店 加熱站之類 我就在想 因為我高中的時候 也有在加熱站 跟飲料店工作過 我就覺得 如果這樣進去 工作 然後賺那個錢 好像對以後也沒有太大幫助 可能有啦 有幫助 應該是跟客人交流 那個服務 會比較有經驗這樣 然後 我就覺得 我應該要做不一樣的事 就是不是去打工 不是去加油站 然後我就開始 跟我的朋友 去聊天啊 聊自己未來要做什麼 然後我發現 我的朋友 就是我現在的夥伴 他跟我的想法是一樣的 他也會有想要創業 就是想要做自己的事 然後 那時候我們就 我們就在學校啊 然後我們 會 買材料 就是去木頭工廠 或是鋼鐵工廠 然後去買材料做我們的 自己設計的產品 我們 我們幾乎設計什麼的話 自己手做是 幾乎沒有問題 就是因為學校工廠 有那些機具啊 然後我們 老師也有教那些技術 所以我們自己用3D 3D建模 或是 現在又有RP 就是3D編音吧 大家應該知道3D編音 覺得那些東西 我們自己做的話 也可以擺個小文創 這樣出來賣 然後我們那時候 就討論的很熱血 就覺得我們如果自己這樣 收集材料自己做 然後可能 兩個人都有機車 騎去勤美啊 或是騎去什麼夜市 擺個攤 搞不好可以賺錢 然後就這樣 慢慢的越來越成功 越來越成功 然後就創個公司這樣 然後那時候的想法 就像這樣 感覺已經討論到 哇我們還有畫草圖 然後收集材料 好像闖出自己的一片片了 可是 換個角度來看 以成熟的角度來看 其實 這樣 就這樣 就像兩個小朋友有沒有 在公園裡面玩沙 然後蹲順一個小山丘之後 站上去 覺得自己有自己的一片片 這就是在大人 你成熟的眼光來看 然後那時候 我們真的就想得很完美 然後開始去收集材料 到最後才發現 我們坐一坐之後 去擺也不怎麼賣這樣 然後就覺得很失望 然後朋友在問啊 說 啊你們 你們做的怎樣 然後就 就覺得很丟臉啊 然後就這樣不了了之 然後最後就把自己 剩下的材料自己扛去丟掉 因為要換宿舍 就是 沒有地方放材料 然後就要自己拿去丟掉 然後就覺得很丟臉 可是 就像魯夫一樣 大家應該有看過 航海王 就是魯夫 他的夢想是成為海賊王 可是 他講給其他人聽 其他人都覺得 不可能 你在講笑話 可是他自己的夥伴 是不會去嘲笑他 我覺得 就是因為 有夥伴的關係 就我和我朋友 雖然兩個人 踢到鐵板這樣 可是我們 不會自己去嘲笑對方 所以我覺得有夥伴 才是走下去的動力 然後之後 我們就開始 找到公司 就消防公司進去實習 因為我們覺得 自己在北京的座 太 太慢 然後我們就找到公司去實習 實習了 三個月 然後那時候大家說 就是現代年輕人 扛不起壓力 然後我們就覺得 應該要 要更努力一點 所以我們就去 增強自己 就什麼都學這樣 就讓草莓變成 鋼鐵一般的草莓 就讓自己變得武裝起來 然後我們在公司 要學的東西很多 有的人都說 你學設計喔 那應該畫畫圖 然後丟上去 你的商品就 就跳出來 其實沒有 我們學了 就幾乎上面看到的都有 就是我們從畫圖啊 建模啊 然後打樣 測試到最後行銷 都會學到 然後這樣之後 我們就會變得 越來越強 就可能會變成這樣 然後我們就會覺得 我們自己的價值在哪 因為我覺得在這個社會上 價值越高 才可以讓自己成就越高 所以我們就創立了 PATIA這個品牌 然後這是我們 現在的粉絲團 上面是那個王子 他的品牌名稱就叫PATIA 其實PATIA是英文嘛 它其實就是台語 打鐵 PATIA 有沒有 打鐵 然後為什麼要叫做打鐵呢 因為我們的家具裡面 都會結合到鐵這個人數 還有木頭 因為我們想要用鐵的鋼牆跟木的柔軟去結合 然後碰撞出新的一個視覺效果 所以我們就叫打鐵仔 打鐵仔就是我們兩個 然後我們家具跟外面的家具最大的不同就是 我們家具會去解決一般家具沒有解決到的一些問題 就可能一般家具 大家現在都有坐著椅子嘛 大家都知道這個家具 可是我們想要做的是有一個有溫度的家具 就是當你在使用這個家具的時候 你可能突然才會發現 這家具跟其他家具不一樣 同樣是衣櫥同樣是掛衣服 可是它解決到你其他衣櫃沒有解決到的問題 所以我們的想法是 我們想要用家具去改變這個世界 人們使用家具的習慣 然後現在跟大家介紹 像這是我們做的第一波產品 上面有看到四隻家具 然後我們家具就是 在我們看到後面有好朋友這三個字 那其實家具就是你的朋友 當你一個人是光棍的時候 你在家只有家具賠你而已 還有電腦 所以就是好朋友 他會陪伴著你 像看到這隻角落好朋友 他其實就是我剛剛講的 他是在掛衣服 可是他的巧思在哪 他是一個直角三角形 一般人家掛衣服的時候 可能會覺得很麻煩難掛怎樣的 或是衣服掛太滿很難拿出來 可是當我們把它設計成三角形 所以掛衣服衣架會變成扇形 站起來的時候衣服就不會夾在一起 那你再拿出來的時候就會很方便 然後為什麼要設計直角 因為像很多家裡的角落啊 或是衣櫃旁邊那些小角落 一般家具曬不進去 利用不到 所以我們讓這種家具可以去放進去 就可以充分利用到那個角落 然後像這款穿衣好朋友 他是一個例禁 我們台灣都有習俗嘛 就是睡飽的時候 不想要看到自己 覺得自己很醜 那誰會嚇到 因為鏡子面對著自己 然後這款呢 我們就把它設計可以旋轉的利鏡 然後後面是有櫃子 因為大家有一個利鏡 不用的時候倒在那 用的時候攤開 那那一塊的空間其實浪費掉 所以我們這款就解決到 你只要旋轉 鏡子就不會面對到你的床 你就不會嚇到 然後後面還可以放東西 就可以充分利用到那個空間 然後這款床頭好朋友是 就是當在家裡的時候 可能你的臥房垃圾桶不知道放哪 或不美觀 他就可以塞到這個好朋友的下面 他就會幫你保管那個東西 然後上面又可以 當你回家的時候 你隔天要起床 你總是會先把 明天需要用的東西先放在床邊嘛 就明天你起床就好拿 所以他上面會有一個抽屜跟一個檯面 讓你放東西 然後這款毛巾好朋友就是 一般毛巾在掛的時候可能在佔空間 他只要靠著場 你就可以把毛巾掛在上面 然後視覺又好看 然後這是我們第二波 我們現在就 設計到第二波 那這款印表機好朋友 還蠻多人喜歡的 就是 可能印表機它在桌上有沒有 啟動的時候會震動 然後你鞋子的時候就會跟著震動 然後就會一起 一起那個 那首歌那首一起跳對不對 然後就一直震動 然後你鞋子就很麻煩 所以我們就設計 把印表機也有一個好朋友 就讓他離開桌面 在他上面 然後就不會影響到桌面的工作 然後像這款叫PP討合 就是他想要一個慵懶的感覺 讓你坐在地板很舒服 然後坐在他上面更舒服 然後這款工作好朋友呢 就是 我們去設計桌面 有很多的 像變形金剛一樣 他可以把很多的東西放在裡面 他有四個 這邊有四個蓋子打開都可以放東西 然後中間又有一個抽屜 所以會讓他容量更大 以上就是我們目前的設計 謝謝大家 謝謝 好 謝謝 好 剛剛大家看到我覺得很厲害 就是現在才大三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